一台失速车驾驶座上的人两眼无神到底怎么回事 习以为常的行车记录器发出不寻常的口音 还会跟你对话 你还敢用吗 传说排气现场 他们都在那儿 这次他们怎么证明鬼在你身边 除外警告空无探险果不其然他们出来迎接月亭 但这次迎接方式很特别 鬼灯无所不在 你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鬼灯无空位出现谁的气息呢 这个故事呢 其实我是听一个大哥 林大哥讲的 那他自己就是当事人 就是说他是台南人嘛 然后家里很穷 所以就是很小 就是大家都出外打拼 那他就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学历 所以他就是 人家就说可以来开公车啦 那有一天呢 就是总站的人 就是管理部人就说 好啊 那你开得不错 就再给你换另外一条路线 就一样也是小公车 然后那一天呢 他要换新的车嘛 所以他就要把什么杯子啊 什么什么东西 拿到新的车 所以早上六点半发车 他六点到总站的时候 就是先去忙这个事情 可是他说他把他的东西 拿上那个小巴士的时候 他觉得有点怪 因为小巴士很小 他就觉得有一个人一直在看他 可是真的也没有 因为大白天就真的也没有 他就东西放了放了放了 好就进去跟同事抽烟啊 什么吃早餐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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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就上车了 然后上车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司机大哥的那个小巴士 他就这样开开开开开开 然后后来就开始接人了 他就忘了这件事 想说啊 也没什么啦 这样 就开开开开 一路就是接到市中心 然后开到了某一个站喔 就是那最热闹的那个站台下有很多人 就是站旁边有很多人在等 他说他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穿了一身旁客的衣服 然后就是那个绿色的头发挑染 他就哎呦 怎么有这么特别的人这样子 然后那个年轻人看到他 就这样抬眼看到他 然后就用很凶的眼神看着他 然后后来那个年轻人就坐在那个林大哥的后面 那林大哥就觉得那个年轻人是用脚顶着那个板子这样 就是一直在挑衅他就对了 他就觉得他其实心里是蛮不爽的 可是他就觉得那就是客人啊 有什么办法 然后那天就这样开开开开开开开 开到又送大家就是都下车 然后要回总站的时候就只剩他一个人 然后会有一段路是就是没有站牌就是山路嘛 在那个总站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的方向盘不太能控制 就是感觉因为这个路旁边就是山矮嘛 他觉得他方向盘不太能控制 那天回到总站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说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想吃的 那后来他就跟同事啊 在抽烟啊吃饭喝酒的时候 他就说 我跟你们说我遇到一个很怪的事情 这很怪的事情 他就把这整个故事都讲完 然后讲完之后他有两个同事嘛 他一个同事就说 你有去看公布栏吗 然后他就说公布栏没有啊 一个同事就苦笑了一下说 不然你现在去看一下好了 他就说好啊看一下看什么 你去看去看去看 然后他到了公布栏他看下一条 有那个年轻人的照片 有那个穿旁克一服绿头发年轻人的照片 他就说哎呦怎么会这样 然后下面写某某某几月几号在某一个站 然后过世了这样 发生了一个车祸过世了 然后他才知道原来这个车子原本那个司机 就是在那个年轻人上站那个地方 跟他的车子就是追撞 所以那个年轻人是当场就走了 但是原本开车那个司机受伤受众伤 然后车子当然也不可能换嘛 就是修修修修就轮他开这样 然后他非常非常非常害怕 所以那天晚上他就跟 就是请朋友就是想办法 就是他又请人家来处理这个事情 就在车上啊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才就是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嘛 然后他说他也是一路开车 一直开到现在大概20年左右 就是这个是他遇过最明显的 他也遇过很多怪的 但这是他遇过最明显的事情 好 说了 好 好 没没没 开始说我们六个小孩不知道 要嘛 他说到后面我是觉得还好 但是 小头你 没有啦 我有听到有啦 我是听得出来不是很恐怖 那你不应该这样 当主持人你还是要 你看这个小时候退后做多好 好好啊 不可以这样 我们这边恐怖 恐怖没有关系 最重要是把故事说出来叫好 对 没有啦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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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 我要拿肚子给你拿肚子给你拿肚子 来 请坐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之前是在跑灵异节目的外景主持 大家都知道 那这件事情是发生我 接这个灵异节目没多久发生的事情 那那天早上通告十六点 我们要到台中一个凶宅 不是 是他们家闹鬼 那可能是个凶宅 那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要五点左右 就要到公司集合下去了 那那天早上 我平常睡觉会开点小灯 是没有错 可是那天早上我是被亮醒的 原来我 我的床头灯 两边的灯全都亮 而且我的灯不是有开关的 我的有一种 但是用手碰有没有 一 二 三 它自己会亮 对 奇怪这两边的灯怎么都亮了呢 我一摸 它们是全都打到最亮 我现在想说是不是我昨天没有关 可是不对啊 我睡觉一定会关灯 我还是咪咪摸摸摸起到 我走到客厅 客厅的灯也都亮了 这时候电话响了 那时候是家用电话 我又接起来 就有那种小 没有电话有种开玩笑 就是有那种 我还没听懂 他在说什么 他就一个蹦 从头到尾我只觉得好像有 就好像是小孩子讲话 给我一下 蹦 我就想是谁啊 喂 喂 喂 没声音 挂了 那以为我们敢通告 就赶快把灯也关一关 我就赶快到公司去集合了 那我们这次下去的 那个凶宅 他是在台中 那是听说他女儿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常常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那他希望请我们制作单位去帮我们处理 那通常我们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之前 我们一定会有老师跟着我们去 那依这老师的规定 他觉得我们既然要去人家的家里面 要去请这些好兄弟离开 一定要请当地的土地公出来主持 或者请土地公出来 帮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要离这家 这个主人家最近的土地公 去那边拜拜 跟跟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 我们到那土地公 那土地公也很神 它是一座很大的土地公 然后它刚好是在坟墓旁边 坟墓旁边其实是有土地公的 那管坟墓的 对对对管墓的 然后呢 那我们就老师也帮我们请好了 我们身上也带好福了 那就要烧纸钱 烧点纸钱 那制作单位希望说 我可以有点小小的开场 然后机器要准备 然后我就在那边 我在那边看到金炉 金炉也很大 看到金炉就说了 里面好干净 没有人烧过纸钱 就里面很干净 我说这里面还蛮干净的 就说了这句话 然后就开始烧纸钱 烧啊烧 烧到一半 突然整个蹦 整个纸钱蹦出来 我吓一跳 而且我眉毛还烧到 我想怎么会这个样子 跟我早上接到电话一样 他跟我说蹦 然后那边也蹦了 我就当常吓在那边 所以老师说 我就这时候老师赶快过来跟我说 我旁边有个小孩子 在跟着我 然后我说是小孩子吗 然后他就说 对是有个小孩子在跟着你 那他可能是在跟你玩 然后我们就 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有点害怕 他说他已经跟着你 而且从昨天开始 他应该就在跟着你了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这件事情完之后 我们就单纯就到 这个主人家去 那我们在访问这个主人家的时候 主人家是说 他们女儿两岁的时候 搬了这个房子 就常常他女儿 都会有人在陪他玩 然后呢 就常常会看到小孩子跑 他说那很像影子 但那影子是小小影子 他们觉得应该是小孩子 所以连他们家 拜的神明是三太子 就觉得有那个缘分 他们觉得是小孩子 可是他女儿现在 已经高一高二了 他就说 就开始越来越闹越凶了 越闹越凶了 东西开始会不见 然后呢 晚上睡觉 会有人掐他女儿的脖子 甚至有一次最离谱的是 他看到一颗头 在他的衣架上面 那衣架都挂衣服 那个头就浮在那衣架上面 他女儿看到那一次 发烧了一个礼拜送医院 然后就不明远一直发烧 然后他妈妈就认为说 事情好像越来越不单纯了 所以他们也请过师傅来看 然后最后就想说 请我们电视上的老师 我们也过来帮他处理这样子 原来这间房子 在很多很多十几年 五十几年前不可考 它其实是个四合院 那家主人呢 是个男主人 她有两个老婆 她非常的疼爱小老婆 对大老婆很不好 偏偏这个主人得了疾病 走了 小老婆怀孕了 那这主人走了 那剩大老婆 大老婆就会觉得 以前温安都是在照顾你 我怎么可能让你好过 所以说好像百般的虐待这个小老婆 结果小老婆也难产 孩子也没了 那听说过没多久之后 这个小老婆也生病 也往生也走了 从此以后他们的那个宅院 就常常有 他那个小老婆住的地方 常常灯就会亮 还有小孩子的哭声 所以他们就赶快把这地卖了 然后经过非常多的手 然后时间也过去了 就换成这一家皇姓主人 他们盖起来这间房子 那老实是说 因为这个小孩子的灵 他是 你知道在阴间的小孩子的灵 他其实不会长得很大 他其实就还像这个小朋友一样 他还是会长 但是不至于会长到像真的成人 所以他就在这房子里面 刚好这个女儿也跟他有缘 就跟着他跑 那因为他妈妈 就是这个小老婆 她的怨气很重 非常的重 她认为这个地应该是她的 这房子应该是她的 她不要离开这里 所以说她时间越来越久 她的那种 老实是说她的那种功力 就越来越强了 所以她开始会作乱 开始甚至会献给你看 她就是要你们走 老实就说了 那这该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样把小老婆给收回去 就是跟着我回去 我说为什么跟着我 她说 她说你 因为其实这小孩子已经跟着你了 因为她觉得我是有佛缘的人 她认为我去庙里面 所以这小孩子就跟着我 那这个妈妈她也会跟着我 所以说她说 那你就要带着他们去庙里面 帮他们做个法会 把他们给送走 然后我们就说 好吧 那老师就说 那现在我们要烧点纸钱 等于是说给这个小老婆 一个走路费 因为要跟着我们回去嘛 我们就烧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烧的那个纸钱的烟 她是女儿的房间在二楼 那个烟是往二楼灌的 是往二楼灌上去 代表她收这个钱了 她收了 而且我觉得 我在烧纸钱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的头发有人这样子 撇过来 撇过去的 我还抬头看了一下 是谁在摸我的头发 结果老师 结果老师 我们把整个事情 处理完之后 老师说 OK 这也算是 他们就会跟着我回去 她说 其实这个小老婆 她不是病死的 你知道为什么 她女儿脖子会被掐 然后她的脖子会很酸吗 因为那小老婆是上吊死的 她刚刚之前 她的脚都一直在我的头上 飘来飘去 所以你会觉得 有人在摸你的头发 我就想 好 那现在就要跟着我回去 然后那个 那个老师有说 为什么 我们家的灯会全亮 其实来的是这个小老婆 警告我的是她的孩子 反正就是 因为很多时间他们是 请求你帮忙 最近在这个值班帮忙的是赵哥 什么意思 你在讲 讲什么话 好 来 请投票 觉得月婷讲的比较恐怖的 请亮灯 一 二 三 有 还没过的 过了 过了 四个年 四 五个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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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 拍戏现场一定有她 这件事情 是我在多年前 拍友台的一个八点档的戏 那 这个事情发生在棚内跟外景 那我先 先带各位观众到棚内来 那这个戏里面呢 我是饰演反派 那有一天呢 在之前呢 在这个电视台的时候 地下室四楼 因为我个人拍戏 比较冷到怕吵 我都常常把我的躺椅 把它移到那个道具间 最后面去睡觉 那其实常常有工作人 跟我讲说 你不要睡在这边 你要睡睡到前面去 那其实那时候我还蛮铁齿的 不相信 那在睡觉当中 因为很昏迷嘛 睡觉当中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 也不以为意 直到有一天呢 我拍一场戏 这场戏呢 在摄影棚里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观众朋友看不到 我们这摄影棚上面的是 比较低一点 那我们拍八点档的戏剧的时候 那摄影棚是比较高 那上面有所谓的猫盗 就工作人员在移登啊 什么之类的 那那一场戏是 陈亚兰 他的小孩子被我害死了 那我其实是躲在门后面在看 看他发生的一些事情 他赶回家之后 抱在手里面的时候 小孩子已经死掉了 然后后来呢 他抱着小孩子的时候 他很难过 他就在 开始在哭 边哭 他就边开始唱那一首歌 他就一直唱这个歌 边唱就边哭边流泪 因为那是情绪系的东西 然后所以现场其实都很安静 就让演员呢 尽量去发挥 这个时候呢 他唱了两遍之后呢 他舔了就开始一直在唾弃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是站在门后面 不是站在竹井下面 那个光不会直接照 通常我们往上看到 那光是其实是看不到上面 那现场只有三个人 一个我站在门后面 然后另外一个现场工作人员 还有副控式的导播 他们就从里面 应该看到没有听到 听到呢 雅安姐已经停了没有唱了 那继续还有这个声音 但这个声音呢 换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在唱 小女孩的声音在唱 那这时候当然 现场大家都很专注 在那个情绪里面 那只有我在门后面 那个镜头没有拍到我 包括现场另外两个工作人员 就听这个声音 顺着这个声音往上看 看到猫到上面 声音到底是从何而来 广告后我告诉你 恐怖导航下个目标阴朝地府 有时候人会跟机器 逗气你知道吗 他问你 你说建筑九十公里是吗 我就游门一踩 踩到一百 接下来这句话让我 两个人真的擦点尿裤子 他讲了一句话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哎呦 我的妈 这个小女孩 她是蹲在那个帽子上 就这样 往下看雅兰姐 在那个客厅里面 穿着红色衣服 头发长长 她这样蹲在那边这样看她 看着雅兰姐 她在那边唱 跟那边咬那边唱 这个时候只有三个人看到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我以为我眼花了 可是呢我就从现场副控室的导播 就有问现场 现场的那个FD 我跟她说 现场的助理导播 我跟她说 请她不要再唱了 请她不要再唱了 我们现在镜头要推进去 不要再唱 然后呢 现场FD她也弄一下 雅兰姐没有唱 她直爆在哑 她一直在哭啊 就是那个哽咽的声音 可是呢 副控室里面 就是有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现场的 现场的camera camera上也都有听到这个声音 可是后来 再把这个在倒带的时候 就没有录到这个声音 现场有听到 但倒带没有录到 后来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 制作人就说 你们开工前都没有拜拜 原本棚里面是没有拜 从那天开始 每天都拜 这是棚里面的事情 接着我们出到外景了 外景之后呢 有一天我是到了这个 北海岸那边 有一个台电的 核废料的这个港口 他是专门运送核废料出去的 然后我们到那边拍外景戏 申请完之后 进去拍的时候 那天的戏的剧情大概是 我要把姜文男主角 把他丢到海里面去 那因为我跟鸿恩还有鲜梅 我们三个三角的关系 我要把这个人 把鸿恩害死之后呢 希望陈鲜梅嫁给我 所以在这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是先拍 我把姜文绑石头 丢到海里面的戏 然后就把他绑绑丢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拍摄前 到达现场的时候 那边的港口 港口上面很多钓客在海钓 海钓的时候 我们导演还说 可以不影响 距离有点远 然后我们就拍摄 然后石头一绑之后 往丢到海里面去 丢了几次之后 最后一次 take 最后一次就OK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港口上面 喧哗 大家在那边叫 因为有一个钓客 钓到海里面去了 钓一个都钓到海里面去了 然后马上啊 就通报啊 消防队啦 还有什么救难人员啦 水上摩车都出动了 出动的时候 先到了核废料这边 台电这边 核废料这边 然后他们就说 现场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从两边下去打捞 那这时候也接近中午了 那我们说 因为影响我们要拍摄 然后我们就先吃饭 吃完饭的时候 中间的工作人员还 因为夏天很热 大家下去海水也没有玩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讲 后来救援说 人家掉到海里面去 你们还在里面玩水 过一会呢 我们就看到消防队啦 还有一些救难人员啦 水上摩车都抬上来了 后来我们就问当地的住警 就是台电那边住警 好没有捞到他们要走了 OK好 那这时候陈仙梅 他又把衣服系服换上去 换上婚纱的衣服 那剧中的他台子就说 江婚叫家明 然后陈仙梅呢 就拿了一叠纸钱 他觉得说 家明 你就这样子消失 无中无息 你就算掉到海里面死掉了 你也要让我看到尸体 戏里面呢 江婚叫嘎明 然后他就开始拍的时候呢 他就边杀纸钱在海边 我就跟他旁边 其实我知道是被我推下去 他边杀 家明 家明你快回来啊 就真的说你死去 不要让我看到尸体 然后边杀边杀 撒完之后 撒完之后 又一阵骚动 这场戏拍完之后一阵骚动 消防队又下去 为什么 听说那个人扶起来 扶起来 然后呢 障碗摩车就下去 把这个人打倒上来 然后我们也看到白布啦 担架什么都来 消防车 后来我们就去问 问说 怎么了 他说这个人扶起来 就我们拍完这场戏之后 然后而且警察 在他的身份证件里面找到的时候 这个人就叫家明 就叫Gavin 但那时候陈仙妹 我们全部人都吓一跳 而且这个拍戏的现场 我们到的现场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点 有点不舒服 因为这个现场实行 他找到现场后面 是整片的坟墓 在后面 我想这个地方大概 大家会有印象在北海那边 河飞到那边 后面是整片的坟墓 所以那场戏拍完之后 其实大家就很喊说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好可怕 东部 觉得我们马又琴讲的 比较恐怖的 请亮灯 一二三 你们没亮灯 都给我看上面的猫倒 就叫你不要超速 我们在东部上班 台东上班 那经常要从东部到西部 往返接起来一些事情 但是因为白天呢 我们的车子容易 就是比较多容易塞车 那通常我都会跟同事选择 半夜的时候 从台东到这个 或者高雄台南一带 这样 隔天早上刚好可以 下谈公司 那就有一天呢 我跟同事也约好了 我们半夜11点出发 吃完饭洗个早 我们就可以出发 往高雄出发 那两个人就开开开开开 我们上车的习惯 是一上车音乐嘛 就去那边放 而且两个人 晚上半夜音乐 我已经放得很大声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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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OK 奇怪 欸 你怎么把音乐关掉了 没有啊 你不觉得车子里面有没有声音呢 对喔 我们刚刚不是还在听那个 听那个音乐很High啊 好 我又开 开 继续 开开开开开 开了一转路之后 声音又没有 你别闹啦 我听这样很恐怖耶 我们开转路你还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没有动 那不信你试试看 好 那我就不信啊 因为车里面没灯嘛 就把那个 那个我们车子那个灯打开 室内灯 车内灯打开 我就转 转好 我就好 那就一边开喔 一边开一直盯 一边看路一边盯着这个 这个我们那个转钮 灯都没有 我们那个车内灯都没关 开开开开 然后就看着那个钮 慢慢的 然后我朋友看到了 因为车内灯是开着的 两个人对看了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形啊 对啊 她说好 我们先冷静一下 刚好是这时候尿急 我说好 那我们就停在路边 我们先去方便一下好了 然后男生嘛就是随地找的地方 那当我找到一个地方很密密 准备要方便的时候 我朋友就讲 哎呀 大哥那边不行 那边不行 你踩到人家屋顶上面了 不行啦 我说哪有屋顶上 说你在 等一下 我踩到转头 那车转头过来 照那个地方给我看 你踩到人家沉木上面了 那是不礼貌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趕快又跑到旁边的树那边 一直唸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好 那继续上车 然后这个音响开始就没问题了 好 一直开 那开开开开 我们车上通常会招那个 側速照相 或者是那种 那种导航 导航系统 看 前方500公尺 有休息站 哎 三路哪里有休息站 我在想 哎 我们这边什么时候开了一个休息站 我怎么不知道 嗯 然后 反正在前方500公尺而已嘛 没关系 我们再开一下 然后前方300公尺 请准备进入休息站 前方200公尺 准备进入休息站 那时候我已经进入一种被 类似催眠的状态了 那我朋友一直在旁边咬我 我都不知道 对啊 前方100公尺请进入休息站 后来我朋友 冲我一巴掌打下去了 然后一 我下勤了 然后赶快紧急炸车 为什么你知道吗 前面是一个断桥 断桥 断桥 因为国家想说 原来 这就是他讲的休息站 这一过去下去都在那边休息了 对啊 好可怕 就是你啦 就是你啦 方便人不找地方 站在人家那个坟墓上面 这样是不静的 我说好嘛 那怎么办 所有神佛都请来了 什么观世音菩萨 佛族 地藏王菩萨 我那知道了 马上开始念了 六四整理奥弥陀佛 什么全部念了 OK 他那个 只擦眉归在地上 这样子膜拜而已 我说好 那那个 喝个水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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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我说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可是 我们开到半路了啊 我们路还是要改 明天公司还是要讲啊 好吧 因为我朋友不会开车啊 就只能我开啊 然后 休息到半个小时之后 硬了头皮 好 马苦 继续走 走走走走 突然间 那个 车速上想讲话了 又讲话了 他讲话 他讲话是 我们一般讲话 他是非常自视化的嘛 对啊 譬如说前方五百公尺 有测速照相 请减速 对 应该是这样子吧 刚开始是这样子 没错 他说 他说前方 测速 限速 九十公里 请减速 减速 我说减速 不对啊 山路一般最多 到了六十公里而已啊 怎么会九十公里呢 他说没关系 让我继续开 开开开开开开开 那时速差不多到五十左右而已 他又叫了 前方限速九十公里 请减速 奇怪了 我这车速坏掉了 我明天去换一个好了 这个真的有问题了 连那个收集箱都报错 还有这个限速六十 明明六十在讲九十 我不管啊 那就很故意 有时候人会跟机器 斗气 你知道吗 你说限速九十公里是吗 我就 油门一踩 踩到一百 一百 结果 他的回答不是一般那么自视化的 接下来这句话让我 两个人真的差点尿裤子 女孩子讲的话 很年轻 非常年轻 他讲了一句话 超速咯 怎么这样子啦 当下 当下 那个测速器直接 直接拔下 拔下 对啊 你刚刚叫我自己休息站 你害我 如果下去了 真的就休息了 那现在又跟我讲 你超速咯 你连续讲两次 你超速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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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讲Yeah就好了 不是 这个是怕 因为我们习惯了他那种自视的讲话 可怕喔 对啊 然后 但是我们经过这两次这样子 我觉得说 我们之前有拜师 师父有讲过啦 通常都是一些调皮鬼 然后他如果真的要害你的话 可能早就 早就出事了 对 早就出事了 然后他应该只是 他跟你弄一弄 调音乐什么的 还有用弄你的那个 那个车速照相之类的 然后 没办法啦 就跟他讲 虽然我不知道谁上了我的车 你可能应该是搭便车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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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你要坐到哪里去 那你竟然有办法 自己上来我的车 那相信到了目的地 你也有办法自己下车 那我就不送了 你也不用打杂呼 就自己 姐姐 你就先离开吧 这样 那继续开 开开开开 我说好啦快快快快 搞得老半天快天亮了 一定要赶路 开开开开开 然后 我朋友很累了 就开始睡觉 边开边开边开 他声音 打呼声比音乐声音还大声 我说你不要睡 你不要睡啦 我会怕啊 我会怕 不要睡陪我陪我 不理我 依然睡他的 打呼声却会大声 那我受他打呼声的影响 也是开始慢慢有点打嗑声 对 慢慢打嗑声 打嗑声 转肩 哎哟 哎哟 前面一个白影飘过 连尾 看到一个那个白影飘过 跳过去 然后 就 砰一声紧急煞车 朋友没有下情 我说怎么了 我说 好像撞到人了 我说 好像撞到人了 我说 我们下车看一下好不好 刚刚那声真的很大声 结果下车一看 没有人 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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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车子还敢不敢开 我们两个不敢开的 就放在那边 打电话叫你让他脱掉的 我们宁愿叫你让他脱掉的 再有我们下山 我们不敢再开那台车 呼呼来喔 跑出来 就请步道车 然后到山下 那个屏東那一带 然后我们就搭车 到高雄去 去谈生意这样子 然后隔天再请师傅 一般我们要来师傅 到现场 然后这一階 跟我车子那边这一階 这一階一下 那之后我们才敢 把车子开回家 嘉文以前有个阴阳眼的私地 对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 有跟一个泰国 对是小时候啊 泰国的歌手叫Day 对 那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 我们在泰国认识的时候 我在泰国也有发生一些怪的事 因为我体质也是很敏感的人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 我们两个都是这样 那时候他来台湾嘛 那我们那时候唱片中在巴德路 就在旁边帮他租一个宿舍 有一天我们工作的时候 他就把我拉到旁边 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家有人 我就说你家有人 我想说你来台北才刚来 你有朋友 怎么这么厉害啊这样 他说他家有人 我想什么 后来他就跟我讲说有这个 我说真的假的 结果那天晚上呢 我们就所有人收工之后 就把东西放去他家 要整理隔天的东西 然后我就一进去 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还是因为他跟我讲过 我就真的觉得有人 而且那个人是躲在哪里 因为他那个是一个套房 然后所以唯一有门的地方 是不是只有厕所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堆在那边 床上那边整理东西啊 而且有五个人 五个人 我在整理来开电视 那边整整整整整 我就一直觉得那个厕所 厕所下面不是都有那个缝吗 那我记得 我一直觉得有人这样在看 然后我就想说 心理作用 一定是他跟我讲这个心理作用 因为我也不敢去开那个门 我一打开 有 我都吓死了这样 后来 你打开他就正在这样 对 我就吓死了 后来我就想说 就装没事好了 结果隔天呢 我们又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比手画脚 他用画的喔 他就说 他昨天就是我们都走了之后 他坐在床上看电视嘛 然后整理东西 然后厕所不是在这边吗 他说他感觉有一个人 是这样子 透过那个凤在看他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们两个都这样想 应该不会错吧 然后我就跟我的宣传 我就跟我们的宣传讲 我们宣传说哪可能啊 什么哪可能这样 我们宣传说哪可能 然后结果后来中间有一段 有一个礼拜就day 就回泰国做他自己的事 就等那房子没有人住嘛 那你就去住 我们不是 不是 不是 是因为我们那个宣传 就说你们都说那个地方怪 我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怪 这间房真的有他吗 逛高后带你一同见证 你也梦醒那人就在镜子里 那个人都睡到一半的时候 就觉得 你要洗… 要办 洗完了不是要洗 抬头干的有个镜子嘛 抬头 啊 吓一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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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是个男生喔 好爱好爱 他是一个男生 然后他就想说 顺便也去帮他弄一下 什么冷气还是什么之類的 他就觉得好 那天凌晨 呃 凌晨 大概6点 我就接到那个宣传的电话 然后他的语气 他就接下来 喂…你睡醒了没 然后我就说你是谁啊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号码嘛 我说 喂…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谁谁谁 我说 我说干嘛那么早打来 我迟到了吗 我以为我迟到了这样 他说你…你醒了吗 我说当然还没啊 怎么是 他说那个… 那个… 那个有人在看我 我说谁在看你 我说谁在看你 然后他就说你赶快来 他叫我赶快去 我还坐这辆车喔 就从我家坐去 然后他就说 真的有人在看他 然后我就说 真的假的 同样位置 真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然后他就说 他睡…睡到一半 他突然翻身 然后翻身的时候呢 他就是隐约 就眼睛好像半夢半醒这样 他就隐约这样看 他说他看到那个门 厕所的门 就那一般的塑胶门嘛 就这样 有一个小缝 然后就是有一个人这样 然后我说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假的 而且他说那个人就是这样 那个门这样打开对不对 然后那个人就这样 好漂亮喔 然后他说他只有看到这里 他只有看到这一栋 我说真的假的 然后他说 他们两个就这样 就冲下来了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 那是不是要叫老师来看 结果我跟你说 真的很妙 那天我没有去啦 我是听他们讲 他说那个地方啊 就是一个大楼里面嘛 那个老师才走到楼下喔 就说楼上有 然后他就说 是不是几楼的哪一边 然后我们的宣传 就整个傻眼 就说你怎么知道 然后一走 他们不是坐电梯要上去吗 一路那老师就开始讲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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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兄弟他是怎么样 怎么的背景 他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 然后怎么样 就一直讲这样 然后讲到那个门口啊 然后门一打开嘛 然后那个师傅就用一个 非常就是 凶的表情 就说我人都到这里了 你还这么不礼貌 然后他们 站在后面想说 嗯 就怎么有人吗 有人吗 在哪里这样 在骂谁在骂谁 对然后就后来那师傅就进去 反正他们也看不懂嘛 师傅就弄弄出来 然后师傅就说 这个我没有办法 你们这间不要租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 就不租了嘛 反正就又搬了别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年半 有一天我们这个宣传啊 就是 就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他突然就是来找我们嘛 然后他就说 他叫我你来一下 我说干嘛 他说你记不记得那个怎么样呢 我说我知道啊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你知道吗 我说什么事啦 他说你有看这些新闻吗 我说什么新闻 他说那个屋主 在那个房子里面 就上吊自杀 你们三个有神经病啊 你被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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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啊 而且叫了他比较慢 他不会有当时叫 他听完了之后才叫 然后我的宣传啊 我就说 我的宣传还说 他刚刚已经打给那个老师 我说那老师讲什么 老师说 我当初就说没办法 那个太深了 那个都没办法了 请不走 请不走 好 觉得皇上讲 比较恐怖的 对 这不是他 你太恐怖了 他很恐怖了 他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气 好啦 哎呦 来 起来丁了 好 很好 注意了 接下来 董燕要讲几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真厉害 你可以先去上厕所吗 原来是他 我先来说一下 我今天要说五十个故事 大家先来说一下 我先来说一下 真是我们朋友的事情 孔恰恰的故事 你知道吗 孔恰的 他们那个夫妻 他们早期还没有红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他们做一间特邦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家里的浴室里面 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静止的 因为他们母不准挂着 二三个月 就是一天 他们母的因为 因为比较散 然后住这个房子 就是很便宜 然后那个邓冠安 他老婆阿官又很省钱 所以洗头都自己洗 那天晚上睡到一半的时候 很快就起来去 就这些头一样去洗洗洗 你要洗洗洗洗 要办 洗完了不是要抬头看有个镜子吗 他一看 嚇一跳 因为孔恰的站在后面 对不起 你这三个月的孔恰 孔恰的孔恰是什么样的 孔恰的孔恰是什么样的 那两个家 我来讲这个 你说他那个北二高 整条高速公路里面 有一个隧道 就是万里 比较阶梁 它是整条里面 最长的一条隧道 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 非常漂亮 然后里面很亮 然后很长很长 你有时候开这个过程 你会觉得 哇这个 真的你这个 做得很漂亮 我来讲就是 有一个叫 Michael 那天晚上呢 他就开了他的车 有点酒 嘴意 差不多两三点 晚上是两三点 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他晚上一去酒店 喝酒的时候 那马是不跟他出场 嗯 那上山一去 叫我讲 我这个行情还不错 开这么好的车 逼开头的 就行了 心情不是很好 然后开开开 那平常他 他经过 照理讲他喝醉 就不开车了 可是他讲两三点 大概也没有警察 反正有点醉 他也不管那么多 就开开开 可是 他每次开这个隧道的时候 心里其实都还蛮愉快 都会看看那个感觉 然后 然后就 就是觉得 鬼斧时光 我们坐得好 坐得好 可是他就忽然发现这些情况 为什么好像 开半天 前后都没车子 就算两三点 也应该有 有个车子嘛 反正 反正就这样想 没有 然后就自己开开开 然后就不自然 油门 油门 油门就踩了 我靠近了 把车子去 今天隧道 这桶都塞不过 就觉得有点毛毛的 但是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车的关系 他虽然是B字头 其实他也觉得 因为他那个车 是上个月才买的 好 上个月买的时候 比平常价钱 差不多只有一半 他说 哪有这么小的 又贪便宜又买了 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车 撞死过人 师父但是这人 静妙七神 金妙七神 没想起鬼 对不 他就不相信 如果车子撞死过人 就不能开 那你说全世界的房子 哪一个没死过人 那就不要住房子了 他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也不管了 然后开开开 突然间 发现后面有个眼罩灯 一直走过来 他觉得有办了 果然有人了 他那个车速很快 所以就过来 他一看 要撞到一边 落下就自己车 可是 他那个车原来 他那个跑车 那个跑车 就撞着开出他 撞 可是很奇怪 那个车子一开到那半边 突然速度降了下来 降了下来 你知道要这样来 他就跟那边边 那两个人会看一看 大家都会自尊 看 那个车上去摇下 就自尊下来 就你们看的一男一女 眼睛这样回来 然后看那个眼罩灯 变毒 就说 那不然他说 我就摔倒你 你是在搞警察 对啊 对啊 你对啊 你对啊 又一看他 你穿得不太漂亮 老老了 你拿破鞋 有什么鞋子 再老鞋子 他就从心里想 我看他 看下去 就这么多 感不知 你说 你本来要看三角 对 那不车 撞 又过去 又超过他 他就心里想 我看他看了看 可是他嘴巴拿好 他心里想 算了啦 你叫人类的劣根性 是要不要 他想 我就这样想 你不急撞死 我还要说 你这人都会这样 罵 就骂了 對啊 然後 沒多久 彈滿完之後 後面 那個警車就來了 警車還有救護車就過來 也經過了 也超過他 他起床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一過那個隧道 終於過了隧道 就看到 警車就停在旁邊 三次還有救護車 然後他就想 剛才那台迫虛的有沒有 那誰都是 四號 結果他開一開 警車的那個 那些是 那些是 犯件 犯件 犯件嘛 真的 現在犯叔叔拍那個 哇 真的那台迫虛的 真的 迫虛的 你迫虛的 你迫虛的 然後那個 然後大家看到 那兩 屍體也抬出來了 白虎看告捷 就一難一遇 就當著死在這裡 後台過去 後台要看看 然後就過去過去 結果聽到這些人在 因為旁邊還有圍觀子 還有一些警察在講 原來啊 那個迫虛是 速度很快 可是前面有一個人開車 好像有點久 就是什麼 他去撞到他 結果把那個 前面那個車子撞到山雅去 結果迫虛當場 其實就中死了 所以 很多救護人就 下去那個山雅 就找那個 救那個另外一個 然後他就 看到了 我怎麼會回去 開一開 結果 終於把那個 撞開一開 撞開一開 到底是什麼 驚人畫面 廣告後馬上回來 來 救護人就下去那個山雅 就找那個 救那個另外一個 然後他就 看到了 我怎麼會回去 開一開 結果 結果 終於把那個 撞開一開 撞開一開 原來是他 我記得他已經死掉了 天啊 那個死人就是他 這樣 所以就告訴我們就是 酒醉不要開車 你看 做情供還有教化作用 對 好 謝謝 來 好可怕 好可怕 頒獎 好可怕 好可怕 頒獎 好可怕 好可怕 沒有啦 贏這個我覺得很負責 沒有啦 沒有啦 不要贏 每個禮拜都贏 我贏 大家很高興 只能贏 好 講評 要打開看一下 今天製作單位 你準備了看一下 看看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快跑鞋 我啦 這麼小 這新的 我幫你拿去換 坐回來 謝謝 好了 今天的製作非常好笑 非常精采